欢迎收看近期的外汇行业 一美元微弱不振 日本和欧洲央行又要搅居 二欧市盘前美元微跌营通胀数据 澳元大步向前 三利率上升反而支撑金价 金价年底是否有望升至1400美元 美元指数受到耶伦的国会证词 和特朗普再度陷入通合门调查的双重打击下 已经节节败退 而经历了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周之后 接下来还将迎来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又要成为下周会市交投的主题 投资者也切勿掉以轻心 美国贝克修斯石油钻井是否会延续缓慢增长的态势 虽然钻井平台数量和油价的走势 在短期内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但从中期角度来看 这两者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在全球央行纷纷转阴之际 日平央行坚定地走着鸽派路线 这无疑对日元的走势前景将起到更大的压力 北京时间周四19点45分 欧洲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结果 之后德拉基将对利率决议结果发表讲话 近期多位欧洲央行官员相继发表鹰派言论 此次德拉基的讲话恐将掀起市场波澜 也将成为下周市场尤为关注的重点事件 周五美元指数小幅承压 不过在今日稍晚美国公布通胀数据之前 投资者仍保持谨慎 该数据料将确定美元短期走向 硬美元指数走弱兼致风险偏好情绪改善和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强 澳元升至近8个月高位 我们来回顾一下亚洲时段外汇行情 美元小幅走弱 等待通胀数据 澳元升至8个月高位 原油期货方面库存大价难抵产量续创新高 油价持续走弱 股市方面上证宗值尾盘翻红 创业板指周跌近5% 贵金属方面现货黄金 承压于1220美元下方 最后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消息 金价自今年6月6日创下1295.80美元的高位后 直到7月7日金价已经大幅下跌了6.8% 至4月低位的12009.70美元 本周金价反弹回升 最近三个交易式上涨超过1% 很多投资者会关注金价本周反弹会延续下去吗 更广泛的问题是 在2017年的其他时间 金价会上涨还是下跌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的预测 而一些分析师对金价下半年的行情表示乐观 货币早报资源专研Peter Cruz预测 到2017年年底 黄金价格将从目前的1220美元的水平 再次回升至1400美元 而另一部分分析师则表达了谨慎的观点 当前金价自6月6日高点下跌6.8%的最大原因 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加息 这是当前对金价主要看跌因素 因为加息反映了经济健康 作为对冲经济衰退的品种 黄金的吸引力自然会变小 虽然短期内利率走高 黄金价格下跌 但从长期角度来看 利率上涨反而会支撑金价走高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